新华社杭州2月26日电梯,双胞胎军官的龙虎斗,新华社记者刘小红。 一个是钢区连连长,一个是海上练兵模范连连长。 几个月前,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的两名军官,因表现优秀双双由排长被破格提升为连长。 他们同一年入伍,同一年当班长,同一年提干。 更巧的是,他们还是一对双胞胎兄弟。 哥哥祖国强,性格内向,稳重大气。 弟弟祖国昌,性格外向,活泼开朗。 爷爷当了27年民兵,父亲因身体原因没能入伍。 祖国强说,为了圆梦,爷爷给兄弟俩改名国强、国昌,并留下一院,长大了都要当兵。 2004年,兄弟俩带着三代人的梦想,入伍的军营。 刚进新兵连,他们就遇到了难题,训练成绩全年垫底。 于是,两个人相互监督。 彼此鼓励。 加班苦练。 双双当上训练标兵。 自此,他们既是兄弟也互为对手。 参加猎人集训。 哥哥取得山地战术、特种驾驶、特种救护等五个单向第一。 弟弟取得步枪宿舍、攀牙等三个单向第一。 双双荣获优秀猎人勋章。 数十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和比武考核。 兄弟俩所带班四次都是尖刀班,负重越野。 哥哥穿上纱背心。 弟弟就往杯囊里塞砖块。 射击训练。 哥哥练剧枪时间长。 弟弟就在枪上挂水壶。 弟弟是神枪手。 2017年,担任狙击手集训队队长。 他一心扑在训练上。 解决了多个训练难题。 提高了队员精度射击优良率。 哥哥也不甘示弱。 参加重难点射击客幕公关。 面对隐险目标射击课题。 他带领公关小组反复琢磨。 查找出影响射击成绩的十多个问题。 制作训练辅助器材。 提高了射击成绩。 弟弟带兵严格出了名。 战术训练。 几个新兵吃不消。 大家看我的。 话音未落。 他已卧倒。 一分钟内完成三种匍匐姿势转换。 平时不拼命。 打仗要丢命。 祖国昌说。 哥哥带兵也近乎苛刻。 不相精度射击考核。 战士陈云兵打出刺十七环的个人最好成绩。 第二天。 祖国祥却把他单独带到训练场。 你跟着我练瞄准。 我不闭眼。 你就别闭眼。 战场上一环之差。 都决定了敌我生死。 如今。 龙虎斗开始从个人比拼全新升级到带领连队对抗。 兄弟俩都卯着劲。 希望自己的连队最优秀。 新华社成都1月26日电梯,铁血营长曹超华。 黄书波、杨俊、黄博。 鼻梁上,右眼连下各一道伤疤。 给曹超华英俊的脸庞,造成强烈的视觉反差。 在西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官兵们眼里,某营营长曹超华脸上的两道伤疤。 更像是两枚练兵备战的勋章,让原本英气逼人的曹超华,更显铁血风采。 在冬日成都近郊的龙泉山脉,云雾营绕,寒气逼人。 越野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爬行。 山脚下郁郁葱葱,山顶上金戈铁马。 刚刚组织完部队训练的曹超华,向记者讲述了这两道伤疤的故事。 2018年盛夏,曹超华所在迎赴西北大漠,参加空军体系对抗演练。 主要担负保卫蓝军重要地面目标任务。 期间他们藏身戈壁,咒服夜出。 在隐蔽、激动、抗击对手上下足了功夫。 就在某个演习日的黄昏时分,战斗再次打响。 红军尖击击、轰炸击群,向蓝军腹地发起不间断打击。 在红军第一波四进攻中,曹超华带领战友们有效抗击。 取得了一个战果。 不可避免。 他们的阵地,也暴露在了对手面前。 战斗间隙。 地面防空群指命令曹超华所在营30分钟内,紧急机动至预备阵地。 并设服抗击。 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。 暗夜下。 曹超华立即指挥部队撤收兵器。 指挥车方舱灯迅速关闭。 打开舱门,解除伪装,撤收天线。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。 曹超华掐着秒表。 心急如焚。 快些。 再快些。 曹超华一会登上指挥车。 一会儿参与撤收装备。 就在他准备登车下达下部指令时。 脚底一滑。 虫重地摔在了地上。 鼻梁和右脸被头盔割伤。 当时感到鼻子下衣热。 手一摸。 拿手写。 曹超华回忆说。 但战斗还在进行。 只能一边打开单兵急救包,做简单止血。 一边组织部队机动,转移到十余公里外的预备阵地。 很快。 第二波次战斗打响。 红军数架战机,向曹超华所在营先前的阵地发起了攻击。 战斗紧张激烈。 曹超华没有时间处理伤口。 搜索指挥车技师,上市李冠桃清晰记的, 当时营长一手捂着伤口。 紧盯着屏幕。 口令清晰有力。 然而,正是在这个演习日,曹超华所在营有效抗击四个架次的红军战机。 直到战斗结束,曹超华组织完装备撤收、转移。 才开始检查伤口,鼻孤骨折。 右眼连下伤口长达十厘米。 让吕领导没想到的是, 平时一贯服从命令的曹超华。 第一次违背了命令,第二天又上了阵地。 曹超华受伤的事,直到两个月后回家探亲。 妻子邓燕才知道,听着丈夫讲起光荣的经历。 邓燕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 居然生来未战胜。 曹超华说,最近他正向吕机关提交关于战伤急救的数条建议。 下一步还将在全营范围内进行演练。 对军人来说,能否打赢? 才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 2月27日至28日举行的美朝核内峰会,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越南之行中, 除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, 还包括对越南的国师访问。 不少访问地点都浸润着两国传统友谊的气息。 朝鲜与越南,即便散不上血蒙, 也堪称统一制度下的挚友。 不了解历史的人, 是难以理解朝鲜领导人这次河内之行的。 当地时间27日下午6时30分许, 金正恩与特朗普, 在越南河内索菲特传奇大都市酒店见面, 招越关系的特殊性, 首先来源于两国在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的同盟。 1950年1月31日, 朝鲜继中国和苏联之后, 第三个承认越南独立同盟越共前身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。 当时越盟正在与中国老挝接壤的越南西北部山须打游击, 连固定根据地都没有。 越盟主席胡志明兴奋地表示, 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, 强烈地鼓舞了越南纸战员的斗志。 同年10月25日, 双方互设大使馆, 并互派大使。 此时, 朝鲜正处于抗美救国解放战争最危险的时刻。 越南也在法国殖民军, 挤压下面临严峻考验。 双方外交人员, 不得不在防空洞和掩蔽山洞里递交国书。 面对美国在朝鲜半岛大打出手。 在包括越南的印度, 至那半岛资助法国, 进行肮脏战争, 朝越两军都把狠狠打击当面之敌。 作为支持对方的切实行动。 1950年10月, 23个越盟战斗营, 突然发起边界战役, 歼涅大量法军。 一下子打乱了驻越法军, 增援朝鲜前线的计划。 此后两年, 法国多次呼吁美国出兵越南。 但在朝鲜战场上, 被打得喘不过气的美军, 却有心无力。 1952年, 上在中越边界同龄中奋战的越盟, 举行全国战斗英雄大会, 并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军战。 所以就会参照照, 并抗议美国出兵越南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